香港男星江濤 身為男團迷若中的一員 能唱能跳又能演的他 先前才剛來台宣傳電影 展現驚人人氣 日前江濤受邀參加活動 現唱歌曲《蒙著嘴說愛你》 沒想到這段表演 卻被一名網友質疑是對罪 這讓江濤氣得回對這名網友 可以不喜歡他 但不能抹殺他的努力 跟一連發三則限動 直接公開女網友個人照 儘管江濤有把五官打罵 人引發外界抨擊 指責他作為藝人 卻做出公審的行為非常不妥 但也有不少粉絲認為 錯的本來就是 惡意批評人的網友 不過事發後 江濤也火速商聞道歉 坦言從出道以來 就一直在學習如何 和這些言論共存 這次因為衝動 做了不應該的事 要向這名女網友道歉 隨著人氣攀升 江濤一舉一動 備受關注 那在期待江濤的新作品前 也希望他別再這麼衝動囉 我最愛我亦可辜負負負負責任 全憑愛令我堅持 還有你惜心照顧 不在乎 不在乎 生於這世界 還有一些牽掛令我再負 等天際能了 不去分棄 by bwd6